大師的歡容日記 德國青年伯奴欣,有一次失業了,滿大街地轉了一天, 依然沒有找到工作,情緒極度低落的伯奴欣去酒吧坐了半天, 直到將身上最後一塊錢換了酒喝下肚後, 他才脫皮疲的身軀回到家裡。 可是,家裡也不是天堂,他寄予唯一希望的兒子黑女師帝安並沒給他爭氣, 他的成績單居然被上學期還退步了,他狠狠地登了黑女師帝安一眼, 再也不想跟他說話,便回到自己的房間夫婦大睡了起來, 當伯奴欣醒來的時候,已是第二天早上, 他習慣地拿起筆捨日記,五月六日,星期一, 真是過到未的日子,工作沒找到,淺也花光了, 更可喜的是兒子又考襲了,這樣的日子還有什麼盼頭? 就在伯奴欣來到黑女師帝安的房間裡,準備叫兒子起床去上學的時候, 他已經上學退了,伯奴欣突然發現,黑女師帝安的小日基本忙所進抽替了, 於是便忍不住好奇地看了起來,五月六日,星期一,早上去上學的時候, 我幫助一位盲眼老奶奶過了馬路,心情很好,只是這次考試不太理想, 但當我晚上將這個消息告訴爸爸的時候,他卻沒有責備我, 而是深情地叮著我看了一會兒,使我深受鼓舞, 我決定努力學習,爭取下次考好,不辜負爸爸的期望。 怎麽會是這樣呢?明明自己是惡狠狠地登了兒子一眼, 怎麽就變成深情地叮著他看了呢? 伯奴欣好奇地翻開了黑女師帝安以前的日記,五月五日,星期天, 山姆大叔的小提琴拉得越來越好了,我想,有機會我一定要去請教他,讓他教我拉小提琴。 伯奴欣又是一驚,趕緊拿起自己的日記本來看,五月五日,星期天, 這個居死的山毛,又再拉他的破小提琴,好不容易有個休息天, 又被他炒得不得慷生,如果他再這樣下去,我非報警沒收了他的小提琴不可, 伯奴欣的坐在椅子上,半天無語,他不知道自己從什麽時候起, 竟然變得如此悲觀厭世,煩躁不堪的,難道自己對生活的承受力還不如一個小孩子嗎? 從此,伯奴欣變得積極和開朗了起來,而他的日記裡的內容也完全變了, 五月七日,星期二,今天又找了一天工作,雖然還是沒有哪家單位肯聘用我, 但我從應請的過程中學到了不少東西,我想,只要總結經驗, 明天我一定能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五月八日,星期三, 我今天終於應聘成功了,雖然是一份鉗弓的工作,但我想, 我一定能成為世界上最出色的鉗弓。 他就是德國漫畫家埃奧伯努欣 , 1903年3月18日生於德國福格蘭特山區,雍特蓋騰格林村, 曾經在工廠當過鉗弓,後來又吸橫斷面, 新來比石布、前進、灰鞋布作過或還為他的朋友、 作家埃呂西卡斯特納的許多作品作過插圖。 伯努欣 的連環漫畫賦與子,所塑造的善良、正直、 寬容的藝術形象,深深地打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 從而使伯努欣成為海恩女希佛夫萬和威廉報師之後的有一句像, 連環漫畫賦與子的素材,大多來源於他和兒子黑女師帝安在一起的日子, 賦與子被人們譽為德國幽默的象徵,受到人們一致高度的讚揚, 聲譽遠遠地躍出了國界。 伯努欣 的經典名言時,一個人,只要具備善良、正直和寬容的性格, 那麼,便沒有什麼困難能夠壓得到他,寬容別人,寬容生活,就是寬容自己。 後來有人採訪伯努欣時問他,聽說是一本日記造就了你今天的大師成就, 這是真的嗎? 伯努欣 說,是的,確實是因為一本日記,但須要生命的是, 那個大師不是我,真正的大師是我的兒子黑女師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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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